这个问题呢有点复杂 新生儿的黄胆按照我们过去的 包括我们教科书上写的 就是以总胆红素超过12.9毫克 作为它的不正常的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不实用于所有的情况 目前根据我们临床的应用和这些特点 现在全世界基本上都按照的小时胆红素值 来判断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 一般来说呢在相应的小时上面 胆红素超过了正常应该有的第95%的时候 我们认为它是超数正常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相应干预 也就是退黄的措施 在这个之内的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观察的对象 那么这个还跟这个胎龄有关系 比如说早产儿 它的标准和卓越孩子是不一样的 持续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地去判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